我們再看看這個 如果你想要把影片加進來 它也支援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這個影片 右手邊你把它點一下 但是它並不是把影片直接放在 卡在裡面 而是怎樣 你只要給它youtube網址就好 它就放進去 但是呢各位要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的免費的方案 它一個slide就是這樣 叫做一個slide 最長是30秒 最長30秒 所以呢你如果超過的 那就沒辦法 就是你要截取一段就對了 因為你看喔 我放一段進來 好就是這樣放進來 載入 好 這邊有看到的 我就先決定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的這個是15秒而已嗎 那如果說萬一你的長度 我現在結束在這邊 是不是20秒 但是反正我都在30秒內 假設我只要幾秒鐘 我就把那個時間放好 然後呢就按一下套用 而且這裡有一個很棒的是 它在播放的時候它有個選項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放背景音樂 對不對 那這時候會跟影片的聲音就打架了 所以它有一個自動調整的 你今天有youtube影片的時候 我的背景音樂就變小聲 你就不用在那邊自己做調整 這個是一個蠻方便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就套用進去 好 有進來了 有沒有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要 如果假設啦 我們放影片進來 通常都是做一個佐證 做一個說明 它並不是要你在這裡面 然後放很大 來看youtube影片 如果這樣你就乾脆去youtube看就好了 幹嘛來這裡看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做一部分的 我就做一個說明 那一樣的擺到這邊 那我們順便找一下 我把這個先縮小一點 我順便找一下 我加一個背景音樂進來 在下面這裡 它的音樂 上面這個它把它稱作音效 就比較短的 音樂的部分你就要找下面這邊 你們有沒有看到背景音樂 我們要點一下 你會看到很多 都可以先聽看看 OK 對不對 如果你要這個 點下去 它就套進去了 那現在呢 我把我的影片的部分 影片影片 我稍微拉高一點點 好 影片是從 大概從三秒鐘以後再來播 那我就先預覽一下 你先看看 一開始它會有背景的聲音 好 拍一下 有沒有發現背景音樂變小聲了 有沒有背景音樂回來了 這樣了解 因為如果你是用標準的影片剪接軟體 你應該很清楚 你要辛苦一點自己去聽 對不對 什麼時間進來什麼時候進出去 要做彈入彈出 那這邊就不用 好 這樣有沒有比較OK了 就像這樣子 是不是很快就做好了 好 那再給各位玩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你的專案怎麼儲存起來 還有怎麼樣發布出去 對 對了 我順便再提一下 有一個 這個要講的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假上科技 把他這個稱作什麼 Super Medium 也就是說他其實並不是指 在意說我只要做影片而已 而是他還有互動的部分 我問一下大家 你在用PowerPoint的時候 有沒有用過裡面的超連結 它的超連結 PowerPoint裡面的超連結 可以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可以跳自己 簡報裡面不同頁面 可以吧 第二個 可以連到外面去對不對 第三個 可能你可以播放 比如說音樂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這裡也有 那在哪裡呢 你每一個圖層都有 就是我們剛剛沒有看的 在右手邊這裡 各位你看 我們剛剛是看動畫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右手邊有一個這個連結 是的 就是他 所以呢你要連結到哪裡 有沒有 連結到頁面 連結到網頁 連到Email 甚至如果你是在行動裝置上看 按下去 直接打電話給你 傳簡訊 這裡都有 有沒有發現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頁面 本身 你在行動裝置上看也是OK的 也就是說你也可以在行動裝置上做 所以我在這邊 如果我就直接 連結一個網頁 好 連結到他們家沒關係 可以 那我就來預覽一下 好我們來play一下囉 滑過來 有沒有變成一個總 對不對 按下去 Motion graphic 動畫 這就連到他們家了 所以 他的最大好處就是 你在做這些內容的時候 事實上是OK的 好 事實上是OK的 就是他不是只有很單純 就做好影片就好 你還可以保留跟使用者的互動 好 跟使用者的互動 這是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的